宜君是个热爱自由的水平座女性 也是供辽区彩石花的第二代海女 平时的她总是平易近人 但对大海不尽 她可是会生七七的哟 嘉惠是个精打细算的金牛座新手妈妈 但怀孕期间还是心平气和比较好 陈娇娥是个优雅的天秤座女士 她毕生对美的追求没有一刻停过 即使跌倒了也没关系 美美地站起来就好 文英是个爱学习及交朋友的射手座妈妈 妈 你在干嘛 没有啦 我在想说要上什么课程 但她有个烦恼 就是课程太多元 不知道该选哪个 小玉是个独立能干的摩羯座女性 朋友都开玩笑叫她工具人 没错 她就是懂很多工具的女人 水电靠自己 从不靠男人 思雨是个天真浪漫的双鱼座女孩 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 她想成为举重选手的梦想 于安是个领导力十足的 狮子座女企业家 她认为每个女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位置 阮氏香梅是个勇敢的新住民 她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 学习中文 学习各种知识 现在是新北市灿烂新女力 四处演讲 并继续影响其他姐妹们 佩真是个谨慎细心的 处女座女性 只是她没料到 家房中心的增能三合一服务 比她还细心 张月勤是个充满智慧的天蝎座奶奶 她有个孝顺的女儿 聪明做自己的她 决定自己的告别式 自己做主 淑芬是个双子座妈妈 她有正读小学的儿子 她每天辛苦赚钱养家 还要送我上家 妈妈都会带我到河滨大学 虽然我没有爸爸 但我有个超级努力好的妈妈 因为单亲支持服务 让她能更从容地 做好爸爸和妈妈 美秀是一个热心公益的 巨蝎座社区导览员 大家认为 旷坑是男人的世界 其实女人的贡献 也没有比较少 她最常挂在嘴边说 我的高兴 咱们的路 等你走回来走 咱女人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